你知道美国顶尖的女子健美运动员是怎么锻炼她的手臂肌肉的吗? 获得过十次女子健美奥赛冠军的艾瑞斯 她的身高1米7,体重75公斤,地位更是达到了43厘米 今天咱们就来看看她是如何带学员锻炼手臂肌肉的 如果你的手臂没踏足,那就看看人家是怎么锻炼的 训练开始先进行热身,哑铃弯举加锤式弯举各做十次来预热二头肌 OK,开始第一个动作,哑铃木舌弄弯举 先使用10公斤进行十次弯举,然后不要休息,立刻换7.5公斤再做十次 然后再换5公斤,三组为一组,左右各做一大组即可 然后不要休息,直接开始第二个动作,哑铃锤式弯举 同样是递减组,选择三个重量进行递减 同样是每个重量做十次,主要锻炼我们手臂外侧的拱击 做完后同样不要休息,立刻进行坐姿杠铃弯举 选择窄握,笔键略窄即可,做15次,然后调整窝矩,笔键稍宽再做15次 OK,以上就是二头肌的训练,动作和动作之间没有组间休息 每个动作只做一组,这样可以让我们的二头肌快速充分充选 接下来开始三头肌的训练,同样是没有组间休息的训练方法 第一个动作,仰窝杠铃必去伸,动作调至上斜角度 先进行十次杠铃必去伸 做完后调整手臂略微向下,再进行十次必去伸 完成后再多十次窄矩握推,多角度刺激三头肌 充分压大三头肌最后一次力气 做完后不要休息,把脚垫高进行窄矩佛撑 动作行程不需要太大,身体与地面平行即可 做十次后调整为宽矩佛撑,再多十次 然后进行下一个动作,俯身哑铃必去伸,做十二次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动作,坐姿哑铃必去伸,做十二次即可 每个动作只做一组,连续没有组间休息能使肌肉达到极度充血 学院将会携带更多的氧气和营养输送到肌肉 有利于我们肌肉生长,同时能多角度刺激手臂肌肉 节省时间和精力 OK,以上就是女子健美冠军艾瑞斯的手臂训练计划 可以和你的小伙伴一起尝试一下 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